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 发生在沈阳康平的凶杀案 这起案件呢 跟一般的凶杀案呢 还是有不同之处 到底哪不一样 哎 您往下听 在沈阳康平 有一个70年出生的人 这人呢 叫陈景吉 到了沈阳康平 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不上学了 后来呢 到了参军年龄了 就去当兵了 1991年 复原回家 这时候满打满算 21岁 回去之后 这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所以就在同一年 经别人介绍 就结了婚了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人们总有个说法啊 成家立业 你光成家不行啊 你得养家呀 你得找工作呀 他呢 就在成交 找了一份工作 因为离家远 所以平时 一两个月 才回家一次 虽然